拆空调协种回收现在开始 用到的工具有两把活种扳手 一个五厘的内力脚和一把十字螺丝刀 空调开制冷模式 温度设在最低16度 现在也设到16度 确认有冷风吹出 如果是冬天气温很低 压缩机不会启动 就需要有一个人协动 来内机这里把面板打开 抽出力网 捏着这个温度传感器探头 有一个人这样给它捏着 给它升温 这样压缩机就会启动 就会制冷 所以我们的人体的话是有温度的 有30多度 对外面的师傅操作完成 里面的人就可以松手了 下一步 拆大小管藤帽 大小管藤帽一拆 用五厘的内流角关小管阀门 小管阀门已关闭 等30秒左右关大管阀门 现在在没有够30秒之前 我们讲一下 如果空调的制冷剂用的是223系的 在没有关小管阀门之前 我们需要接一个压力表 接在工艺口上 这个软管接好以后 用5066点关小管阀门 小管阀门关好以后 等压力表到零的时候 再关大管阀门就OK了 在这空调的制冷剂用的2222的 不需要压力表 等30秒左右关大管阀门就可以了 拆空调携肿回收 拆空调收缚操作 拆空调冷煤回收 拆空调制冷剂回收 都是做一样的内容 只是叫法不一样 30秒一到 关大管阀门 大管阀门已关到位 下一步关空调拔电源 空调已关 电源已淡开 装回大小管藤帽 大小管藤帽已装好 用一把火藤帽手卡住罗姆这里 再用另外一把火藤帽手卡住藤拉子 用的一掰 就开了 小管的话已拆开 再拿另外一把火藤帽手卡在 大管罗姆这里 另外一把火藤帽手卡在藤拉子这里 用的一掰 松了 大小连接管已拆开 下一步我们拆这个连接线 拆开盖板螺丝 盖板已拿下来 伸开线儿 如果有些连接线 没有线嘛 上下的颜色又对不上 那你就要照相 或者做记号 要不然的话 你下次装的话比较麻烦 再装回去 线盒盖回去 主机藤管接口已用胶布封好 大小管藤帽已封好 这个管是尼管来的啊 尼管是不耐用的啊 这家客户的话以前被人家套漏了 拆工条写准回收 操作完成 然后你们喜欢的话 关注加点赞 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 已经看到这里了 帮忙给个关注吧 谢谢 我也背不动了 放下来了